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湘北无虎的最后一元 工程良田 工程身为湘北的组织后卫 拥有冷静的脑袋 还有电光火石的速度 加上他的传球能力很强 在场上良田都能做出最好的对策 那工程良田又有什么好玩的事呢 今天一样让我跟大家分享良田的实践小事 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工程良田身为湘北的组织后卫 当然要配上一双好的球鞋 工程脚下的战学是 Converse Conquest Meet 这双球鞋在当年可说是八面微风 在8090年代大部分的NBA球星脚下都是穿着 Converse球鞋 Converse Conquest当年的代言人都是鼎鼎大名的球星 Magic Johnson Kermit Mahal 和Bill Lampier 都是Converse Conquest的代言人 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款球鞋 Converse Conquest其实也是赤木脚下的战学 只不过赤木的是高筒板 工程的是中筒板 这款鞋在灌篮高手中除了是工程和赤木的战学外 其实演名的人都注意到 仙道也是穿着Converse Conquest 网上流传仙道原型就是魔术墙身 其中一个有利的证据就是仙道脚下也穿着这款鞋 梁田在湘北无虎中相对的没有受到关注 他不像赤木有着冠军梦 也不像流传有着绚丽的裘风 更加没有山井那感动的故事 那一幕就更不必说了 自成天才的少官赢下了大部分粉丝的心 梁田在初中没有辉煌的记录 面对木森一 藤真 森绿一成 他都没有胆怯 打好每一场比赛 因为他接近他就是首席后卫 总觉得他散发出了自信的光芒 说到灌篮高手 他除了是一部篮球漫画外 其实当中也描写出很多人 高中时代的兄弟情 就好像湘北队里的工程和鹰幕 两个人一见如故 一开始 鹰幕是因为秦子才加入篮球社 而梁田也是因为自己喜欢的女孩财子在篮球队里 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 刚开始这两个傻瓜还弄错对方喜欢的人 因为对方跟自己抢对象而大打出手 秦子财子傻傻分不清楚 之后把事情弄清楚后 原来是一场误会 两人从此变成无话不谈的好兄弟 你又有没有曾经在秋千上 糊涂苦水的好兄弟呢 经历挫折互相鼓励的校园生活 真的好怀念呀 梁田的身高是168公分 和队长赤木相差了29公分之多 好像灌篮高手中的所有正选后卫 都比他还要高 就算在普通人中 他也绝对算不上个高个子 作为篮球选手而言的话 他的个子就更加矮小的显眼 如果说山井的短板是体能 那梁田的短板绝对是身高 身高不足往往也伴随着体重不足和力量不足 在羽目胜衣的对位上 梁田明显被这个中年大叔吃得死死 竟然在身材上吃亏 那就要靠脑袋了 梁田的超高篮球智商 就补足他在场上的缺陷 篮球智商与技术无关 和心理素质也不一样 篮球智商表现是在恰当的时候 选择合理的技术动作 保持稳定的心理素质 不被人影响 这一点梁田就非常棒 景上有篇短篇漫画叫《耳环》 里头讲述了梁田童年的时期 工程在海边有个秘密基地 这天工程在基地看夕阳 发现有个女孩往海里扔盒子 工程跳到海里把盒子拿了上来 但没想到那女孩不领情 结果二人就动起手来 工程失手把女孩推倒撞在石头上 但没想到女孩站起来 立刻就咬了工程一口 冷静下来的二人回到工程的秘密基地 女孩把两个耳钉拿在手中 好像在想什么 这个时候工程上前 拿起一个耳钉想戴 但是戴不上 这时女孩说要在耳朵上打个洞才行 工程就拿个回行针 在耳朵上强行穿了个洞 工程说 有个叫麦克乔丹的也戴耳环 所以他也要戴 这时候工程便和女孩闲聊起来 也应该是向女孩敞开心扉吧 工程对女孩说 他三年前就在海边失去了哥哥 而工程非常想念他的哥哥 所以在这里搭建了一个基地 女孩也告诉了工程一个秘密 原来那对耳环是女孩的妈妈 和一个叫佐佐木的人 送给女孩的礼物 其中一个耳环女孩送给了工程 另外一个耳环女孩自己带 最后这个女孩还送了自己的照片给梁田 并且告诉梁田 她的名字叫 林子 林子和才子的热闻发音是一样的 如果林子就是才子 那梁田真的很长情了 我会把这部短片漫画的连结放在影片底下 如果有兴趣可以打开来看 虽然梁田的身高是明显的短板 但是因为他比较矮 加上奔跑反应速度都很快 他的抄劫是湘北队的一大武器 每一场球至少三到四次的抄劫 加上梁田擅长推动快攻 基本上被他断下的球 湘北这两分就稳静带了 梁田其实也是一个体能怪物 三井流窜就不必多说了 他们两个都有过体力不支而被换下的经验 赤木也有过受伤不能上场的记录 櫻木虽然也是体能很好 但是经常被午饭离场 湘北队长期留在场上的就只有 工程梁田了 是湘北队唯一一名不曾被换下场的球员 要知道保持健康已经不简单了 还是一个靠速度的矮个子 其实梁田在体能上也是怪物级别的 工程对自己的速度是极具自信 他认为靠他的速度可以撕破任何防守 在面对BOSS级别的三王队 工程靠着自己的能力突破了三王公业的区域联防 要知道三王公业的区域联防是很恐怖的 就算是神奈川第一的海南附中的高头教练 也对三王公业的区域联防感到非常敬畏 如果不是平常训练有数 三王公业这区域联防是很难破的 但是这么难破的防守 工程就靠自己一人成功突破成功 这种速度还有谁 赤木教会了鹰幕抢篮板 其实工程也教会了鹰幕一项技巧 那就是假动作 工程的中距离其实也没有很好 但是假动作倒是做得非常棒 他的徒弟鹰幕学会了这一招 就算刚开始不会投篮只会上篮 海南的高砂也被骗了 高砂不知道鹰幕不会投篮吗 知道 但是假动作太真了 还是被骗一骗吧 徒弟都那么厉害了 那师傅的功力当然更举世无双 加上他的传球假动作也层出不穷 最厉害那一招叫不看人传球 真的酷逼了 看过灌篮高手的孩子 都憧憬着自己拥有鹰幕的超级身体 刘川峰的娴熟技巧 三井的精准投篮 梁田是香北队最不起眼的角色 其实不是他不起眼 是因为他的队友太耀眼了 没有树叶的衬托 哪来花儿的娇美 所以功成选择默默的站在一旁 梁田不会像赤木那样发出吼叫 他不会像鹰幕那样飘飘然 也不会像刘川峰那样说 这就是实力 他不爱比较 只有继续奔跑 不知什么时候 功成梁田 像他引以为傲的招牌动作 电光火石一样闪进心里 举着食指拍着篮球 从容而又用坚定的眼神说 大家稳住 再进一球 功成梁田是个非常谦虚 低调 聪明的家伙 他总能看透队友的软肋 在关键时刻 有意无意的提点他们 他也能充分阅读场上的状况 在不同的情况 做出对应的策略 不知道这个在香北队 这么不起眼的 电光火石功成梁田 你又喜不喜欢他呢 好了 影片到这边已经差不多了 在影片还没结束前 记得留下你的钟机 订阅分享点赞 我是梦想家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